谁能想到21世纪的上海 竟然还隐藏着这么一个淫窟 被迫圈禁 卖春 取卵种种非法勾当都发生在这里 这些不幸的受害者中 有的是底层女性 甚至还有留学归来的海归 这就是2020年轰动中国的上海小红楼事件 这栋红楼的主人赵富强 从小小裁缝摇身一变 成为上海滩黑白通吃的大亨 无数女性深陷她亲手打造的红楼地狱中 她却凭此赚出了一个商业帝国 背后甚至还有多层保护伞对她包庇 纵容 赵富强于1973年 出生在江苏泰安的一个农村家庭里 她是家中两代单传的独苗 虽然家庭窘迫 但作为家中独子 她自小就备受宠爱 也被给予了厚望 父母为她取名富强 也是希望她以后能出人头地 但初中还没毕业的赵富强 便选择了离开家乡外出打拼 她一直辗转在江苏 上海等地 一边打工一边学习裁缝技术 慢慢的她也在上海站稳了脚 拿回家的钱也越来越多 不仅给家里重修了房子 还大散一财 为村里修路 装路灯 接济村民 每次回家也都是风风光光 豪车美女相伴 村里的人都说她真出人头地了 不仅有本事还乐上好施 但也有人透露说 赵富强的钱来得不干净 背地里干的都是违法的事 事实也的确如此 好心的大善人背后 干的却是令人意想不到的龌龊之事 2000年 当时还是个小裁缝的赵富强 在上海洋谱区 盘下一间铺面 作为自己的裁缝铺 但卖服装的辛苦钱 并没有给她的生活带来什么起色 急于出头的赵富强 想到了另一种赚钱的途径 她决定以人体买卖的方式 开始自己的致富之旅 她在裁缝铺周围 先后开了两间美发屋 名字叫旺盛和双双 表面是理发店 实则是做皮肉生意的地方 并且她首先把目光 放到了自己当时的妻子身上 她先用话术 对妻子宗某进行洗脑 告诉妻子 这样做都是为了 他们两个人更好的生活 她就应该愿意为她付出 最终她的妻子宗某 成为美发厅第一个杰克的小姐 而后她还利用妻子 结识了很多农村来的打工妹 并将她们哄骗过来 利用这些刚进城女孩的 懵懂无知 给她们讲述自己的妻子 如何现身赚钱 实现人生价值的故事 不断地对她们进行精神洗脑 赵富强还在保姆介绍所 网络聊天室等 线上线下平台 结识多名女子 将年轻女孩们哄骗来 理发店入职 她还会根据对方性格 用不同的话语方式 来强迫她们与自己发生关系 并留下记录作为威胁 逼良为娼 让这些女孩成为店里的小姐 标价150元一次 然而这150块 小姐们却一分也拿不到 需要悉数上交给赵富强 对于不愿意服从她的女孩子 赵富强就会用强硬的暴力手段 甚至有的女孩还被赵富强切断了输卵管 造成身体损害 终身无法生育 对想要反抗逃跑的人 赵富强还会在他们的隐私部位 次上赵富强专用字养 2004年 通过组织麦春 赵富强很快拥有了一定实力的财富 在经营美发店的时候 她又发现商铺租赁生意也是赚钱的好买卖 但赵富强并不是通过合法途径来获得商铺 她通过欺诈 蒙骗等非法手段 哄骗房东签下租赁合同 对于不服从房东甚至会暴力威胁 这种违法行为也导致她遭到多次举报 但赵富强依旧能如此发展下去 梅花一分钱控制了杨浦区的1000多家门面房 也是因为赵富强打点好了上面的层层关系 她利用手下的小姐们进行全色交易 构建了庞大又复杂的保护网 据调查显示 当时上海市工商局杨浦分局江浦工商所副所长冯博平 是打开赵富强黑金之路的第一把钥匙 赵富强因吴正经营发廊被处罚 他便托人找到冯博平疏通关系 为了降低处罚 避免停业 两人也一直保持密切联络 赵富强多次安排美发屋的女人们为冯博平服务 期间还有大量金钱往来 在2008年赵富强开展租赁生意时 冯博平还带她认识了时任平良工商所所长吴建磊 当时吴建磊正为有人信访的是头疼 赵富强便靠着手下的小姐们 对吴建磊进行性贿赂 并软暴力威胁信访人员 帮她解决头疼之事 此后赵富强通过吴获取大量低价国企房源 用于高价转租 套路租 他的财路也被大大拓宽 这样黑白通吃的买卖 赵富强在上海做了将近20年 可查的获利接近10亿 赵富强又想到 贵客们是不可能随意进出一个普通发廊的 为了扩大她的关系网 她迫切地需要一个更高端的服务场所 2014年 赵富强买下了距离旺盛美发店和双双美发店不到两公里的一栋六层建筑 也就是杨浦区许昌路632号 并在外墙铺上了红色的墙砖 更名为创富大厦 表面上在此成立了文化公司 实际上这里是赵富强进行大规模地下性交易的新场所 她在六楼布置了多套黄公封豪装套房 作为进行彩色汇赂的场地 贵客们可以直接通过套房按门进小姐卧室内选妃 六楼的所有房间的衣柜里 均有几十件各式女性衣服 多以暴露的性感装为主 也有各类职业装用于角色扮演 以及一些胸罩 抹胸 竖腰 丝袜 为满足来此消费的贵客们的各类需求 当时的赵富强也一下子成为了上海有名的商人 他频频邀请各级官员名流在创富大厦里消费 然后拍下视频 以此威胁 不断扩大自己的保护伞 而被圈养在红楼里的女人 就是赵富强赚钱的核心 红楼居住着十多名女性 表面上这些女性被赋予公关部女助理的职位 而他们的实际工作是服务各种领导 贵客 为他们提供陪聊 陪玩 陪睡等服务 除此之外 安排女伴陪同客人出游过夜也是常态 赵富强甚至还对公关部员工 规定了严苛的作陪制度 他还会针对官员们个人喜好 定制专门的服务流程 在安排出游前 赵富强会和相关陪同的小姐们在微信群里讨论 参加人员 参考酒量 形象等标准 还会避开陪试人员的生理期 以便提供优质的服务 甚至从迎接官员到饭局 KTV中的一举一动 赵富强都会严格要求红楼小姐们 对于违反规定的人还会有罚款措施 而那些应酬表现良好的小姐们也会有相应奖金 完成越多服务项目就能获得越多分成 比如一壶酒奖励500元 边唱边跳舞的奖励900元 赔睡一晚奖励7000元至1万元不等 赵富强也很注重对小姐们的培训 平日里会要求他们 学习按摩 舞蹈 音乐等个人技能外 还会培养他们如何聊天讨人欢心 为的就是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 这些公关人员也不只是普通的性服务人员 他们还是赵富强的情妇 其中不止一人和赵富强有过孩子 最开始他们大部分是被迫的 但后来在赵富强的打压 以及精神洗脑下 他们有的人成为了赵富强忠诚的追随者 其中有四名女公关 从美发屋开始便一直跟着赵富强 进入创富大厦后 这群女人得到了些许权利 成为了大楼里的管理者 也从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 他们会劝说那些不够听话的女孩 对她们进行精神洗脑 告诉那些女孩 她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都要为公司献身 还会替打人的赵富强关好门 帮助赵富强殴打那些不愿服从的女孩 赵富强还会给她们额外的待遇 她们的家属 也会被安排在红楼住下 负责清洁 安保 维修等工作 他们拿着赵富强给的钱 听从赵富强的安排 进行性贿赂 暴力威胁等违法事件 不断壮大着赵富强的黑色帝国 赵富强也不断运用女人的血泪 筑起她的通天塔 2017年 正在美国留学的陈倩 因为父亲生意失败而选择回国 当时由于父亲的债务问题 她急需一个工作维持生计 以及解决父亲因为打官司 产生的高昂诉讼费 赵富强此时也掌握了 上海法治天地频道 平安上海栏目的运营权 她吩咐助理杨凯在节目上 发布了招聘信息 以高质量的女人为目标 大肆招聘高学历 长相漂亮的女人 并许诺高额报仇 陈倩恰好看到了这则消息 有出国经历和主持经历的 她认为自己有能力胜任 便投递了简历 没过多久就接到了面试邀请 经过赵富强单独面试后 她也顺利入职 进入了创富大厦工作 工作后陈倩发现 自己平时的工作和自己的专业 一点也不搭边 每天几乎都是陪领导吃饭喝酒 大楼日常人员流动也非常频繁 总会有各类政商界官员干部来访 并且里面戒备森严 各个走廊角落都不有摄像头 门口还有退伍军人做保安 不同楼层不同房间 都需要相应门禁卡才能打开 除了工作需要 陈倩在楼里行动也是默认受限的 但她并未多在意 入职第一个月 陈倩还陪同赵富强回江苏太新 参观她为家乡捐赠了一条 三车道马路富强路 在大楼里陈倩接待的领导 还有和她一起工作的同事们 都会对赵富强表示佩服和夸奖 告诉她赵富强是一个有钱的大好人 时间久了 不明真相的陈倩 也认为赵富强是一个正经 且有善心的大富豪 但这些其实都是赵富强计划之中的阴谋 实际上在被赵富强选中了一刻 陈倩就已经落入了赵富强的圈套 在博得陈倩信任后 赵富强便开始了自己的攻略计划 她在她面前便展现矛盾两面 一边在日常工作中否定她 让她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一边告诉陈倩 表示自己愿意解救她 帮助她 让她的生活更好 私下赵富强也会让其他人推波助澜 让陈倩跟着赵富强 成为她的女朋友 赵富强还给她开出诱人条件 送房送车 安顿父母 包括解决陈倩父亲官司问题 在多重诱惑下 她相信了赵富强编织的美好环境 最终同意成为赵富强的女朋友 搬进了创富大厦的员工宿舍 进入之后才发现自己是羊肉虎口 这时她也才明白 赵富强是如何发家的 小红楼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在红楼里面 赵富强逼迫陈倩和她发生关系 还留下了记录 这些记录下来的画面 不仅被赵富强收藏观看 还成为日后要挟她的把柄 稍有反抗或者违背赵富强的意愿 就会遭受赵富强的暴力殴打 同时她还被威胁签下 不平等劳动合同 工作期限不低于三年 如果想要离开 需要支付30万的违约金 可陈倩根本就没有工资 如果需要用钱 还只能向赵富强打欠条 且借款金额由她随意指定 赵富强还用小视频和大额欠条做威胁 要求陈倩为她结交的官员 国企干部等提供服务 陪吃陪喝陪睡 痛苦不堪的陈倩想要逃跑 但小红楼内遍布的监控和门禁 让她插翅难飞 直到2017年底 赵富强对陈倩殴打一小时 在对她强制侵犯后 又让陈倩去银行零点补偿费 去银行取款的陈倩这时找到机会 拜托银行贵员帮她报了警 当时陈倩申戴淤青 在杨浦区平良路派出所等候 但警察没有进行验伤 笔录等基本报案程序 陈倩在警局等待6小时后 赵富强带着陈倩母亲赶到警局 最后以家庭纠纷的名义撤案 她的第一次逃离计划就这样失败了 回到小红楼后 陈倩更是遭到了惨痛的惩罚 她被赵富强用绳子拴在宿舍里 没收了手机 进行暴力殴打 各种虐待 然而这些对于公关部的女人们来说 都是常态了 她们明白反抗便会受到更痛苦的折磨 于是她们都选择了逆来顺受 所以在陈倩向她们求救时 只是冷眼旁观 赵富强的前妻林某 还会拦住想要解救陈倩的人 并说我们都挨过打 凭什么就她不能打 后来陈倩连续十几天 被强制注射催卵针 之后被秘密送到某个私人诊所取卵 取卵过程甚至没有注射止疼药 不专业不正规的取卵手法 让陈倩产生了严重的腹腔积水 住院一个月才治好 这也让她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 而这也是赵富强新的支付方法 既可以卖卵赚钱 又能用以后出生的孩子 拴住这些无法再生育的女孩 这次出逃的失败 也让陈倩明白了赵富强的势力地位 以及手段的狠毒 2018年初 腹积水出院后的陈倩表面 对赵富强言听计从 不再抗拒杰克 背地里她开始筹划着第二次逃跑计划 她还悄悄劝说 那些被赵富强心哄骗来的女孩 赶紧离开小红楼 有外出机会时 她也会悄悄携带部分行李存放在朋友家里 一直到了2018年6月 密谋多时的陈倩 终于通过小红楼里的重重关卡 丢下手机卡逃了出来 但第二次逃离的陈倩 还是很快就被赵富强找到了 赵富强带着果照和视频 以及后续出生的试管婴儿 威胁陈倩回去 陈倩无可奈何 只能又被迫回去 但这也让她成为了日后 打倒赵富强的一颗子弹 除了陈倩外 一名叫崔倩的上海女孩 也被赵富强暴力取卵 还在赵富强的摧残下 患上了重度抑郁焦虑症 赵富强的前妻之一林某 在赵富强的指示下 在上海大连路开了一家 名为肖哥的舞蹈学校 成为另一处新贿赂会所 当时不知道背后内幕的崔倩 来到了这所舞蹈学校 应聘舞蹈老师 起初她只是想在 去韩国留学前能赚点钱 但赵富强却盛情邀请她留下来 担任舞蹈学校的主理人 并用熟悉的套路 对崔倩展开了攻略 最终崔倩在赵富强的哄骗下 她选择留了下来 就这样 她也成为了赵富强手下 用于性贿赂的棋子 被迫从事性服务等相关工作 赵富强对不听话的崔倩殴打 侵犯 拍视频 还把她带到私人会所 强制取卵生子 因为崔倩是上海本地人 赵富强想要通过崔倩 得到上海户口 她还强迫崔倩和她 到民政局登记领证 遭受非人折磨的崔倩 身体和精神都面临崩溃 赵富强就利用崔倩母亲 爱女心切的心情 强迫着他们为私生子抱户口 拿到上海户口后 赵富强对崔倩的看管也放松起来 一直到2017年年底 崔倩终于找到了机会逃离魔罩 当时她躲到了宝庆路的青年旅社里 不敢出门 一日三餐都是由母亲赵敏送过来 但赵富强并没有轻易放过她 她跟踪崔倩的母亲找到了她 戴上了她手下的一众打手和小姐 堵住了她的房门 还在大街小巷公然播放崔倩的不雅视频 到处张贴带有结婚证的寻人启示 甚至扬言要把崔倩关到她江苏老家去 赵富强步步相逼 最终走投无路的崔倩母女选择了举报她 将她的恶行公诸于世 2018年11月 崔倩母女向上海市纪委进行第一次举报 控告赵富强侵犯残害女性 使用钱色拉拢俯视干部 但举报信没有引起重视 2019年初 崔倩又向杨浦区公安局报案称 被赵富强强奸 要求离婚 这才以强奸案立案 2019年3月 赵富强与崔倩的离婚诉讼开庭 但当时庭审现场 赵富强态度嚣张 全程低头摆弄手机 据说她已经通过内部渠道 打点好了一切 见此局势 崔倩母女决定破釜沉舟 在庭审结束当晚寄出了第二封举报信 他们在举报信中还将得到的监控视频证据一同提供 崔倩还以微信群发的方式 再次举报赵富强长期行贿 并实名列举多位政府官员 国企干部和警务人员 当时正值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到上海的前夕 赵富强仍然自以为他的保护伞足够强大 可以逃脱惩罚 然而 他低估了办案组的能力和决心 随着案件的深入调查 赵富强终于无法再逃避这场暴风雨的袭击 2019年3月24日 萧哥物业有限公司解散 小红楼的员工遣散干净 最后的赵富强拍下空荡荡的办公室发给了崔倩 并对他说一切都没了 你害苦我了 但直到此刻 赵富强也带着最后一丝侥幸心理 仍留在上海 直到5月15日 杨浦区委政法委员书记卢彦悄悄告诉他 让他快点离开上海 他才匆忙带着4名女伴逃回江苏老家 第二天下午便被专案组抓捕归案了 经过上海高院终审 赵富强被判死缓并限制减刑入狱 背后13名官员 国企干部落马被判有期徒刑 一年6个月至17年不等 至此 这座由女人血泪铸造的无间地狱终于倒塌 耐人寻味的是 这个圈禁性奴的场所 距离杨浦区政府 只有200多米的距离 却能多年安然无恙地进行大规模性交易 可谓是全色之下的血泪 关于这桩案件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讨论 这里是迷雾调查组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